- 歡迎來到電話爆爆 - 歡迎來到電話爆爆 - 歡迎來到電話爆爆 - 今天總團有點冷清的感覺 - 你知道嗎 - 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大家首先會看到是我呢 - 因為我剛到 - 我發現每次爆爆啊 - 每次我到幾乎都會給我驚喜 - 上次驚喜也不錯 - 不過讓你好像 - 第一次體驗妖尼姑的感覺 - 妳知道妖尼姑搭操 - 而且我回去就被那個 - 粉絲團就被妖尼姑灌爆 - 有 我有看到 - 就大家一直截圖 - 說我快笑死了 - 妳上爆爆怎麼那麼有梗啊 - 妖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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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說完蛋了 - 這個到底要傳多久 - 寄那個四三之後 - 應該會勇而流傳吧 - 就是一段佳話 - 我覺得還不錯啊 - 對不起 對不起 - 因為我之後再也不想來爆爆了 - 我就心裡有默默的這樣想 - 於是呢 - 我今天來的時候我想說 - 今天應該可以平安吧 - 反正這麼冷 - 應該大家就是 - 就是會比較 - 就為了保暖 - 所以就是也不會做太多事情 - 結果我今天一到 - 然後我們小朋友竟然跟我講說 - 傑琳生病了 - 她今天沒辦法來 - 我說蛤 沒事吧 - 她說她現在在醫院了 - 或者說那怎麼辦 - 應該她說對就病倒了 - 這樣說 - 她就說那今天就妳上了 - 我說喔 - 好喔 - 好喔 - 我說那妳沒了 - 她說她會來 她會來 - 等一下就來了 - 對那為什麼是由天菜來接 -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 因為主持人就是要解解戲的呀 - 對不對 - 對她就說 - 我就說那妳也可以上啊 - 她就說不行啦 - 那個齁 - 要解戲的才行 - 我就說是這樣嗎 - 我都一直覺得我會衝康的感覺 - 我們主持人都是靠胸部大小來決定的 - 真的假的說到這個 - 我覺得今天各位觀眾 - 妳知道上次呢 - 我們上次不是有看那個SG嗎 - 對不對 - SG - 就是那個Showgirl - 很多的Showgirl - 在那個電玩站 - 妳們傑琳不是有去拍嗎 - 然後呢 - 我們不是有心裡 - 就默默有喜歡的誰誰誰 - 妳自己是喜歡比較可愛的 - 跟傑琳一樣對不對 - 對 - 然後我跟那個卡子亞 - 我們兩個不是就選了一個 - 我們自己喜歡的嗎 - 結果沒想到她今天要來現場耶 - 妳知道嗎 - 今天要來 - 今天要來啊 - 但是妳看旁邊為什麼沒人呢 - 啊哈哈 - 等一下 - 等一下 - 等一下 - 傑琳有留一段話啊 - 喔 - 喔 - 傑琳有留一段話給我是不是 - 喔 - 我可以播出來嗎 - 她直接放出來嗎 - 最後 - 哈囉 天菜還有蜜菲 - 我是傑琳 - 不好意思 - 因為我 - 對 - 我感冒了 - 然後下午去探醫生 - 發現 - 我發燒了 - 擔心那個 - 今天去包包會傳染給你們 - 所以我就請了一個假 - 今天練完包包就要麻煩你們兩個主持了 - 然後呢 - 那個 - 包包的觀眾也很抱歉 - 因為我沒有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 所以今天包包就缺席了 - 希望大家在最近呢 - 這種王八蛋的天氣 - 都可以顧好自己的身體 - 不要跟我一樣喔 - 就是這樣子 - 大家拜喔 - 她的聲音聽起來好像真的很不行耶 - 很沙啞 - 很沙啞 - 我很有磁性 - 我喜歡 - 喜歡嗎 - 喜歡那種有磁性是不是 - 妳真的很愛美 - 會有沙啞的感覺 - 我剛聽的時候 - 妳有默默的一道哀傷嗎 - 其實我不知道聽到中間好像 - 就覺得有點傷心想哭的感覺 - 這種天氣如果不感冒 - 真的是有點難的事情耶 - 愛怎麼還不感冒 - 就紅了還是我有點痛 - 然後我剛剛聽到解音 - 讓人講的時候 - 因為我有剪影給我好友 - 她就發了一篇文就說 - 到底有沒有真心的好朋友 - 讓我可以傳染一下 - 然後她今天不想來 - 所以 - 我們就不知道 - 自然是覺得好友 - 又還是這樣 - 而且你們知道嗎 - 我今天除了現場很奇怪 - 就是說 - 我們現場setting都不一樣 - 然後我發現 - 小帥哥也不見了 - 小帥哥就 - 然後我又問說 - 小帥哥去哪裡了 - 他們就跟我說 - 小帥哥也請假 - 我說 - 潔麟身邊 - 她就馬上請假 - 難道 - 該不會 - 是不是 - 不好說啦 - 哇 - 這樣為是可以啦 - 不過我們的美女 - SG是不是已經來了 - 我們美女showgirl - 就是我們期待的那個 - SG - 而且你知道嗎 - 我那天跟Kazia - 我們兩個就是 - 互看了一下 - 然後之後講說 - 我們就私下在討論說 - 這是我們喜歡的事情 - 或喜歡就是比較性感一點的 - 好不好 - 那既然她來的話 - 我們是不是要準備 - 來歡迎她入場 -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喔 - 我們等一下 - 還要玩遊戲 - 玩 - 然後我覺得這個遊戲 - 依照這個身材 - 玩下去應該就會噴血 - 等一下 - 我們該不會是要玩什麼 - 就是深蹲之類的吧 - 深蹲 - 深蹲應該還好啦 - 但是聽說要玩 - 好像是不用任何手 - 然後前面掛一個甜甜圈 - 你知道嗎 - 掛兩個嗎 - 一個 - 好好 - 好掛一個 - 然後另外一個人要這樣搖嗎 - 她自己要搖 - 自己搖 - 自己搖 - 自己搖 - 你現在 - 那我 - 這遊戲到底是誰出的 - 是不是你 - 你不要這樣 - 其實我常這樣看過去 - 我覺得你 - 挺OK的 - 魔術胸道很好用啊 - 那邊怎麼發出了笑聲 - 好過分喔 - 好過分喔 - 好啦 那我們趕快歡迎我們今天的 - 來賓 - 陳薇 - 歡迎妳 - 妳好 - 大家好 - 請坐 - 好 - 我要拿著是嗎 - 憋著憋著 - 憋著就可以了 - 我們給我們美女一點時間 - 她好香喔 - 好啦 我們看到陳薇 - 這邊2018的我猜以15歲正妹冰淇淋女孩曝光 - 也有甜美的外型與澳人的身材 - 她在家裡養十隻貓是超級貓奴 - 我的天 - 十隻貓 - 很可愛耶 - 那妳家是不是跟她家的味道一樣 - 妳家很臭是嗎 - 妳家很臭是嗎 - 我家很香喔 - 大家就進來我房間就說 - 養貓不算很臭嗎 - 結果妳房間怎麼那麼香 - 貓咪好像是很愛乾淨吧 - 因為妳是養狗狗嘛 - 可是貓咪它如果貓沙放在那個 - 一樣是就是客廳旁邊的話 - 多少還是會有一些味道吧 - 我家還有兩隻狗 - 貴賓狗 - 所以妳是十隻貓加上兩隻狗 - 妳非常愛小動物就對了 - 可是我現在不喜歡狗了 - 因為我偏心 - 不喜歡狗了 - 我都還會忘記我家裡有養狗 - 好可憐 - 很厲害 - 很白癡 - 那是什麼機會下 - 妳會養到這麼多的小動物啊 - 妳說貓咪嗎 - 對啊 十隻有點狂 - 其實就是一開始養兩隻 - 然後那時候小時候 - 因為我爸爸覺得他們就是 - 他們那是叫什麼天性嗎 - 就是會生小孩 - 就不想要我結紮 - 然後他們就生小孩 - 不想要你結紮 - 結紮 - 結紮他們也有 - 嚇我一跳 - 我說他們不想你結紮 - 還是不想 - 不想人啊 - 不要結紮啦 - 我嚇到 - 我嚇到我以為我爸爸在跟我講話 - 其實我不想你結紮 - 他說 - 我說我到結紮的日子了嗎 - 妳爸爸怪怪的唷 - 對 - 就不想要他們結紮 - 然後他們又生小孩 - 然後就生一生 - 然後就越來越多 - 就覺得很可愛 - 那一開始那兩隻是羚羊還是 - 都是朋友送給我的 - 都送了 - 然後就越長越多 - 越長越多 - 越長越多 - 越來越多 - 我分裂自己的凡子 - 這樣 - 我不知道耶 - 自從看了你家的那個東西之後 - 我都覺得東西會自己分裂 - 自己分裂的越來越多 - 還不是啦 - 欸 不過說到這邊啊 - 聽說 - 那個我們爆爆偵查隊的VCR影片 - 已經突破20萬大關了 - 你是來到26萬囉 - 知道嗎 - 上次我們家小蜜那個影片 - 二十六萬囉 - 所以呢 - 他們要請阿姨去你家打擾 - 但是聽說你最近搬家 - 對 因為新的那個住所 - 它比原本那個住所便宜 - 妳是因為它太亂了 - 所以妳想要搬家 - 不是不是不是 - 還是怎樣 -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計畫 - 是想說 - 因為我東西真的太多 - 但有些東西是用不到 - 我就跟我媽講說 - 欸 那我把一些東西 - 都丟回老家 - 然後再把我需要的 - 拿去我的新家 - 我有種感覺 - 就有一坨東西 - 要早安媽媽生 - 然後就很零散這樣子 - 所以我現在老家的房間 - 很多東西 - 所以妳現在想要搬新 - 就是搬到一個地方去 - 妳會好好的把它整理好 - 那當然喔 - 真的假的 - 那我們這邊製作單位也說 - 要搬一個紅包給妳 - 因為畢竟也是妳帶領了我們 - 妳家裡的如此優秀 - 帶領我們進入26萬的大關 - 所以希望妳可以好好保持 - 既然搬了新家 - 我們以後呢 - 希望有機會可以去妳新家 - 看到那種不同的畫面 - 登登 - 但是製作人說要給妳請打掃阿姨 - 但是老師 - 如果你不想打掃阿姨 - 妳可以請到我家來沒關係 - 或潔琳家 - 我知道她想要 - 算一下是不是 - 算一下是不是 - 誒喲 - 誒喲 - 誒喲 - 我們抱抱很少會有這麼大筆 - 我剛好看到藍色的誒 - 誒喲 - 請問 - 請問 - 好好 - 我們問一下 - 對不起 - 對不起 - 我最近也很想請打掃阿姨 - 那我們下一集就 - 就是可以到妳家去幫妳 - 其實我房間就是不是髒 - 是很多衣服 - 因為我要拍照 - 然後常常就是回家很累 - 就會把行李箱衣服這樣搬出來 - 然後就要再放行李進去 - 然後就都是衣服 - 但是我 - 妳會在床上吃東西嗎 - 我做什麼事情都會在床上 - 做什麼事情都在床上 - 很舒服啊 - 可是暗示是不是 - 我有點擔心 - 不是 - 我想說有一陣子 - 我不知道怎麼接下去了 - 其實有點驚訝 - 吃東西化妝啊什麼 - 就在房間我都在床上 - 但是那我在問妳 - 妳吃東西 - 譬如說妳在床上 - 那個床上吃東西吃一吃 - 然後手可是髒髒的 - 妳怎麼辦 - 會往那個 - 就拿衛生紙啊 - 拿衛生紙 - 妳不會擦在棉被上 - 幹嘛擦在棉被上 - 不會啊 - 我旁邊這個就是喜愛擦在棉被上 - 那妳會洗棉被嗎 - 很少 - 那妳棉被就很多味道 - 棉被那麼大一個啊 - 蓋完之後還可以翻一面 - 妳看那麼大一個面積 - 妳怎麼會有味道 - 她是怕半夜肚子餓 - 就可以問 - 妳結定生病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 也沒有關係啦 - 太傷了是不是 - 結定生病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 這樣不會發燒 - 真假的 - 真是的 - 妳只是東西亂而已嗎 - 我自己覺得 - 因為東西很多 - 對 - 妳剛剛說妳衣服很多 - 是因為妳還有在接一些外拍嗎 - 都是因為外拍 - 然後就會每次都想說要拍不一樣的衣服這樣 - 所以就自己也很喜歡買啊 - 所以小明有接過外拍嗎 - 之前有接過 - 妳們都有接過外拍 - 對 真的要準備很多很多衣服 - 對不對 - 是妳們自己準備嗎 - 一定啊 一定 - 主持人還會 - 欸不是主持人 - 主持人還會 - 我沒有說妳會 - 我沒有說主辦人 - 主辦人有時候很刁 - 就假的 - 這套不行 不好看 - 對 她會跟人講說 - 妳這個東西就是不好看啊 - 然後有一次我就辦了一個是性感實裝 - 然後因為性感 - 女生性不性感 - 對每個人來說定義不太一樣 - 因為我覺得性感是女生這個地方很性感 - 欸我也覺得女生這個地方很性感 - 對 - 我今天看不到啦 - 這個地方也很性感 - 對 - 有些線條其實很美 - 可是那些主辦人都會覺得說 - 女生性感就是要大波波 - 然後漏大 - 沒錯 -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那個 - 去外面拍過東西 - 對 但是進入這一行之後發現 - 其實身邊有蠻多女生都有拍過 -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 妳們去外拍的時候 - 有沒有碰過很奇特的要求 - 或是覺得很怪的人 - 很有奇特的要求 - 他們很喜歡叫我比愛心 - 好多喔 - 對不對 - 叫我比綠心 - 對啊 - 可是我現在都跟他們說 - 我的愛不是順便給別人的 - 我才不要 - 好會喔 - 這什麼意思 - 好會喔 - 就他們說這種愛心 - 我就說我的愛不是順便給你們的 - 然後他們說那小愛心 - 我就說有差嗎 - 他們就說我不要 - 妳就這樣子認識說我不要 - 那妳呢 - 我亂啊 - 我奇怪的一些事情就是 - 他們會這樣子 - 他說小兵可以跟你合照嗎 - 我說好啊 -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 - 來 - 然後還有 - 他自己臉嗎 - 臉這樣靠近嗎 - 對 它會貼在我的臉上 - 然後另外一種是我最近 - 在電玩展遇到的 - 我很生氣 - 因為他會直接講 - 就是 - 因為那時候我出的 - 是有點暴露的角色 - 然後他就 - 他手臂就這樣 - 來喔 - 我就這樣 - 我就這樣 - 我就有點 - 我拍照的時候都會想說 - 要特地這樣 - 你還可以遮一下 - 然後就急一下 - 因為不是他會擋住 - 他會這樣故意想要 - 對 他會碰胸部 - 你就用自己手臂快來遮住 - 好聰明喔 - 可是問題是 - 你們在外拍的時候 - 應該是會做一些什麼動作吧 - 還是我自己心裡想的 - 還是你哪天要帶我出去外拍一次 - 因為我自己心裡想的外拍都是那種 - 就是那種 - 就是那種 - 感覺就是那種 - Vogue那種感覺 - 那個太時尚了吧 - 太時尚了吧 - 太時尚了 - 我們在機場裡面都在玩這裡 - 你知道我們那個飛機上啊 - 我們每一班飛機 - 如果跟認識的人飛到啊 - 我們就說 - OK 今天的飛機跑道就是我們的錯路 - 等一下我們中間走過去的時候 - 就要走過去地方說 - 請問需要報紙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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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不要走一下 - 然後你走到還要交叉走這樣 - 然後定格這樣 - 而且你不是要比那個 - 逃生走道嗎 - 然後你要比對不對 - 兩邊逃生門啊 - 出去大家就開始假掰 - 兩邊逃生門啊 - 然後表情各種 - 這樣子 - 對 所以我自以為外拍是這樣 - 因為我在想說是不是像是 - 就是很多人有那種刻板印象會碰到 - 希望你們穿比較裸露的人 - 一定喔 - 或者是特定的場所 - 譬如說在motel裡面啦 - 或者是怎麼樣 - 有沒有碰到這種的 - motel - 之前有遇過一些比較變態 - 就是那時候是一對一拍攝 - 然後就是因為尺度有點大 - 可是沒有到沒穿衣服啦 - 可是那個攝影師就拍拍拍拍拍拍之後呢 - 我就想說 - 因為我會習慣就是看東開的 - 我就突然往下看 - 然後就看到 - 真的假的 - 大岩石出竅了 - 那種 - 等一下等一下 - 大岩石嗎 - 大岩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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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竅了 - 真的假的 - 在我面前 - 這樣超尷尬 - 這樣你怎麼辦 - 這樣你怎麼辦 - 我就說 - 先請不要這樣子 - 我就換下一套喔 - 然後他說 - 你去 - 還有這樣嗎 - 真的假的 - 就是很奇怪 - 真的真的 - 我當下很緊張 -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 我覺得會緊張欸 - 我覺得其實真的會緊張 - 因為 - 你應該要戴仿狼朋友 - 當下你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 就是你如果跟他起爭執的話 - 你會怕他對你做些什麼對不對 - 對啊 - 你有碰過嗎 - 我沒有 - 因為我不會 - 我都有就是穿時裝 - 你如果戴那個仿狼的 - 我剛剛有穿衣服 - 為什麼我都有穿衣服 - 為什麼我都有穿衣服 - 他腳都很穿衣服 - 他腳都很穿衣服 - 我本來想這樣講 - 說我都有穿衣服 - 不是也沒有穿啦 - 對 - 好 - 原來是這樣 - 但是我想說身材可能 - 像他的話就是臉部表情有些 - 已經散發著那種非常性感的感覺了 - 哪裡 - 有沒有穿衣服的話 - 有些人看到就會覺得對你 - 就是想要拍一些比較性感的照片 - 那這個時候你是會適當拒絕就是說 - 比較性感的照片 - 就動作也是可以 - 眼神嘛 - 嗯嗯嗯 - 我覺得他都是 - 四兩波千斤 - 把他們破掉這樣 - 喔 他好痛喔 - 很厲害 - 因為要是我的話我想我當下應該就是 - 放血吧 - 又怎麼樣 - 放血 - 又要放血了是不是 - 姐姐就是要放血啊 - 你要幹什麼 - 又來了 - 再一次 - 我覺得沒有人敢這樣對你嘛 - 因為你給人家氣場就是 - 我娘娘欸幹什麼 - 我也就是覺得欸 - 幹什麼 - 別這樣 - 你不是也娘娘嗎 - 你家是小奶娘娘 - 你是妹妹娘 - 你是妹妹娘娘 - 好不好 - 你是姐姐娘娘 - 好 - 我想姐你不再聽到我們這一段會不會想打死我們 - 她應該想說今天那個VOD可以刪掉嗎 - 好的 - 那你們 - 像大家都有很多粉絲嗎 - 我相信如果你們外拍的話應該會有 - 就是 - 你知道有些人他們累積粉絲的數量是由外拍 -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 因為很漂亮的照片 - 然後大家就會很喜歡這樣 - 被吸引到這樣子 - 被吸引到這樣子 - 對 那有很多粉絲 - 那不一定每個都是跟你很久的 - 所以呢 - 有沒有遇過很奇怪的粉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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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外拍不一定每次照片都很漂亮欸 - 不是啊 - 一定都比我漂亮啊 - 因為我都是那種什麼奇怪你多的照片 - 我是說真的 - 我之前就有被拍 - 就很常就是有時候被拍很醜 - 我就想說是我的問題還是他們的問題 - 然後後來有些攝影師就跟我說 - 你知道你在哪裡哪裡的照片被拍得很不好嗎 - 我就說真的嗎 有嗎 - 她就說沒關係你要放寬心 - 有些人這輩子就是要來毀滅你的 - 然後他們就說沒關係我們已經砍開了 - 因為我們想說你再怎麼醜 - 最醜也就照片上那個樣子而已 - 然後我就想說 - 蛤有這麼慘嗎 - 有些人真的會把不修然後你這樣 - 對 就是你眼睛都漂亮 - 這樣嗎 - 對 對 - 然後她覺得很漂亮 - 我不懂為什麼 - 好美喔 - 然後上次還 - 後來女神 - 然後大家就想要 - 就自己覺得可能是黑粉對不對 - 這怎麼會是 - 可是她是真心覺得你漂亮啊 - 你非常漂亮 - 真的覺得她是真心覺得你漂亮啊 - 我覺得她真的好可愛 - 她心力很善良耶 - 她心力很善良耶 - 什麼不知道她要幹嘛PO出來 - 她都會覺得好像人的心力都很善良耶 - 我就想說他們可能只是審美觀念 - 跟我們不一樣 -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審美觀 - 吳晶瑩妳現在先不要這樣講 - 因為我很怕呢 - 妳這樣講出來之後 - 大家以後齁 - 拍妳那些照片 - 都會放下來說 - 她沒關係她會了解我們 - 怎麼拍都好啦 - 怎麼拍都好啦 - 給人家拍照片 - 還是要給人家拍美美的照片 - 這樣才好 - 那平常有在打遊戲嗎 - 我之前都要玩傳說對決玩 - 聽說妳玩得很兇對不對 - 除了傳說對決 - 有有沒有玩電腦上的遊戲 - 因為我的電腦是Mac - 沒吃到轉很麻煩 - 喔 Mac好像支援的遊戲比較少一點點 - 那PS4有在玩嗎 - 我之前有玩 - 可是因為我後來有了陣子 - 就很久沒有用PS4 - 然後我就忘記它怎麼用 - 然後我那時候很白癡 - 我一直想說PS4 - 怎麼沒有光碟機出來 - 我也按超久的 - 後來才發現它是習慕式 - 所以妳只要 - 我在那邊要按耶 - 然後我想說我的PS4 - 為什麼會壞掉 - 妳覺得會這樣 - 出來是不是 - 對 - 我一直按 - 然後我還上網查耶 - 然後想問看說明書 - 看超久 - 後來我才在那邊 - 是習慕式 - 後來我會覺得超級智障的 - 而且妳知道 - 而且妳知道嗎 - 我們那一天啊 - 就在選GS的時候 - 因為SG - 對不起 - SG - 我們就在看的時候 - 我們還有另外一位就是來賓 - 然後我們兩個是選了妳 - 就覺得說我們比較喜歡妳 - 結果她今天 - 妳來了 - 她竟然沒有來 - 她講 - 要好像什麼 - 她要帶小偶出去 - 反正有次啦 - 簡稱反正有次啦 - 有次啦 對 - 結果妳竟然沒有 - 她竟然沒有來 - 一定要錄一段 - 然後給她說 - 卡茲亞謝謝妳選我唷 - 好唷 - 用妳的分子 - 我們用哪一支呢 - 要用這支 - 大帥哥 - 卡茲亞 - 卡茲亞 - 謝謝她選我是嗎 - 就謝謝她對妳的喜愛 - 還是嗎 - 卡茲亞謝謝妳對我的喜歡 - 哇好可愛喔 - 來 我們小咪也做一個 - 卡茲亞妳為什麼不來啊 - 卡茲亞妳為什麼不來啊 - 我管理妳 - 然後妳說 - 啊不行啊 - 我有事啊 - 可愛的好不好啦 - 妳好好做 - 妳好好做 - 妳好好做一個 - 我跟妳講 - 今天翻身 - 傑林不在 - 今天翻身就靠這一集了 - 就平常那種形象有沒有 - 今天翻身靠這一集了 - 傑林她在強迫離間我們的感情 - 傑林她在強迫離間我們的感情 - 這樣好嗎 - 我怎麼會是這種人啊 - 真是的 - 我說妳今天翻身靠這一集了有沒有 - 其實我也可愛 - 啊 趕快來 - 我那麼可愛 - 我們兩個都做 - 妳不做嗎 - 嗯 - 因為我不可愛 - 我只會放人血 - 要放血了是嗎 - 放血了 - 為什麼妳不來 UZ - 妳是不是排擠我 - 因為妳想要 - 好的 - 等一下會死發生靜 - 不過娘娘好像最近有在增胖對不對 - 我最近 - 也不是最近啦 - 就是我已經幾個月了 - 就幾個月就說 - 那我們就幾個月來 - 先就是吃一些東西 - 因為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 - 我一直很想做 - 妳知道 - 美國就很多那種真人秀 - 就是瘦身的 - 然後我想說 - 妳平常會不會被很多廣告吸引進去 - 譬如說妳看滑Facebook或什麼 - 它就跟妳說 - 這個東西貼上去啊 - 然後什麼 - 會瘦多少啊 - 會有多少有線條啊 - 就那一類的東西 - 然後我就想說 - 可是完完全全在 - 在台灣幾乎是沒有看到那種 - 實力就是每一天拍 - 因為老外非常會拍這種影片 - 她會每天記錄下來 - 讓妳看到從頭到尾的那個 - 妳現在做的就是像這樣子的影片 - 對 我希望說 - 我差不多到一個境界 - 當然也不是吃到小胖的境界啦 - 妳有沒有 - 那妳應該會回不去喔 - 不會 - 不會 - 真的 -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 在美國 - 她就是有一天醒來 - 她是一半黑人女生 - 她有一點醒來 - 她就突然跟小胖一樣 - 然後 - 有點醒來就變 - 不是 - 妳們頭髮還是真正 - 她頭髮是爆炸頭 - 就吃雞那種爆炸頭 - 女生 - 然後她就跟她自己說 - 她說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 於是她就開始連工作都去掉 - 她連工作都不去了 - 她就是 - 投資完完全全投資在運動上面 - 她就每一天都去運動 - 現在妳知道她是誰的教練嗎 - 她拍自己從很胖一直紀錄到她 - 她現在就非常厲害 - 她有點過頭 - 不止她現在有點過頭 - 又有健美的那種感覺 - 就很誇張 - 然後妳知道她現在是誰的教練嗎 - 私人教練 - 她是King Kardashian的私人教練 - King Kardashian - 美國的一個名媛 - 對 - 所以她已經是非常夯的私人教練 - 對 - 非常非常之夯的私人教練 - 好立志喔 - 超級 - 那這樣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 她花了 - 她這樣子是花了差不多一年多 - 一年多 - 我覺得這算快耶 - 因為像我每次幾乎是沒有失敗的失守 - 但是我通常就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OK了 - 所以我想要紀錄一個就是30天的挑戰 - 看說這30天從頭到尾可以做到怎麼樣 - 妳們平常有在照顧這一塊嗎 - 有嗎 - 都照顧自己的三天要一直吃 - 跟餵是不是 - 吃飽在說 - 每天都要一直吃 - 最近冬天耶 - 我吃很痛苦啊 - 也是也是 - 小蜜天生應該就是那種身材比較瘦的 - 可是我平常會自己去練舞 - 練舞的話就會扭到腰 - 就比較不會有肥肚肚這樣 - 意思就是說會有那種一直扭 - 許動的感覺 - 對 - 好 OK 了解了 - 所以我就打算想要做這個 - 然後你知道我們剛剛說到很冷啊 - 我真的沒有想到台灣會那麼冷 - 因為我其實真的已經不記得台灣是怎樣 - 冬天是怎樣 - 因為妳才剛剛從馬來西亞回來 - 對 - 我那天我昨天從馬來西亞回來 - 我才發現說天哪 - 為什麼可以冷成這樣 - 我自己以為我去避寒了 - 結果沒有啊 - 它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都是這樣的溫度 - 都是一樣的 - 回來還是很冷 - 都要發瘋了 - 我去馬來西亞 - 這是我去馬來西亞那個 - 欸 - 對 - 我們要講馬來西亞之前呢 -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YouTube的留言 - 好不好 - 破26萬的影片的留言 - 所以我們要回覆他們是不是 - 不用不用不用 - 那妳就唸出來 - 我們唸出來是不是 - 妳就直接回覆 - 二千 - 真的假的 二十七萬喔 - 來 我們來看一下 - 讓妳來講 - 喔 - 妳選一個 - 女生下面爛的 - 沒有 - 我自從那個Maki上次送了我那個 - 洗咪咪的沐浴乳之後 - 我就用那個洗 - 現在都是香噴噴的呢 - 很乾淨好嗎 - 很乾淨 - 什麼 - 雖然說很邋遢 - 但咪咪還是我心中的女生 - 我卻明月江大男不算了 - 幫忙打手著妳 - 不用了 謝謝啊 - 什麼好噁心 - 什麼好噁心 - 沒有 - 只是我們的習慣不一樣而已 - 對 可是 - 我是亂中有序的 - 懂嗎 - 懂嗎 - 亂中有序跟很髒亂是兩件事情 - 嗯 - 等一下我看一下 - 它這邊有人說 - 所以人真的不能只看外表 - 有怎麼嗎 - 對啊 - 我覺得還好啊 - 我覺得還好啊 - 大家聽不懂 - 覺得還好啊 - 其實說不定你們心目中的 - 各個女生 - 她們試一下也很 - 我跟你講啦 - 妳的女生也會上廁所啦 - 好不好 - 大家不要在這邊 - 女生也會這樣 - 隨便也會照樣放 - 只是你們沒有聽到過 - 對 - 懂嗎 - 因為妳知道嗎 - 我們就是直接 - 我們就是直接 - 我們就是自然 - 然後她們就會覺得 - 妳怎麼這樣 - 但我們不自然 - 她們就說好假的 - 對不對 - 很常常有些 - 有些女生 - 我不知道是誰 - 有些女生就是 - 可能化了淡妝 - 然後就說 - 我今天素顏 - 我這樣很好看嗎 - 哎呀沒有人家就素顏 - 欸我常這樣說欸 - 對不起 - 欸我常這樣說欸 - 然後 - 然後我都不會問這樣 - 我會說 - 欸我今天素顏 - 她們說看得出來 - 黑影圈那麼深 - 好過分 - 我覺得妳朋友 - 她又比較過分好不好 - 不是 - 我的觀眾怎麼都這樣子啊 - 對啊 - 哎呦就是我覺得 - 如果 - 我自己素顏的話就是 - 像我最近 - 我在拍一些什麼 - 美妝系列的影片 - 那我也知道很多人 - 也有在教美妝 - 可是他們都會先 - 把底妝都化好了 - 然後再跟大家講說 - 這是我現在素顏的樣子 - 然後我就會 - 蛤 - 對 - 所以我會覺得說 - 到底什麼 - 什麼才叫做 - 給白你們可以繼續去想一下 - 對啊 - 我覺得他們 - 都很不懂 - 我想先罵到很多人 - 都覺得 - 欸 - 我沒有指名 - 這些人都很不懂 - 他們就自以為自己很厲害 - 然後就想說 - 你真的素顏好好 - 我在旁邊這樣 - 冷笑 - 是不是 - 而且我覺得男生 - 好像很難分辨說 - 女生化淡妝跟濃妝 - 他們會覺得 - 沒有化妝看起來沒有這樣 - 他們只看得很濃的 - 可是如果你突然化一個紅唇之外 - 他們就說你超濃妝 - 他們就說你超濃妝 - 怎麼今天要化這麼濃妝 - 對 - 你臉就算沒有化 - 然後你擦一個大紅唇 - 他們也說你超級大濃妝 - 對 -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點 - 別在秀下線的好不好 - 姐姐好兇 - 姐姐好兇 - 我見事太兇了 - 這樣才能讓你們溫柔一點嗎 - 這個好好笑 - 在外面是女神 - 在家是女鬼 - 被發現了 - 沒關係 這樣子 - 鬼也只有在我家 - 你就不用擔心 - 你這樣有女鬼了 - 對吧 - 很好 - 什麼 - 垃圾桶很可以 - 最乾淨 - 好 - 真的是27 - 媽媽我再也不喜歡 - 漂亮的女生了 - 漂亮的女生都會騙你們 - 沒有這樣才自然啊 - 是不是 - 喔 - 我這 - 我這個影片真的很多人 - 就是在 - 對我的聲音有一點意見 - 我這邊再澄清一下 - 我就是屬於那種 - 如果我很緊張的話 - 或是我特別興奮的時候呢 - 我的聲音會比較高 - 對 - 可是你們要說 - 我的聲音很假 - 這是的確 - 因為那本來就是 - 不是我的聲音 - 那我真正的聲音就是這樣子 - 但是 -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 為什麼我這樣講話 - 你們會覺得很做錯很假 - 可是我這樣講話 - 你們就不會覺得很做錯很假 - 所以我覺得還蠻奇怪 - 不過 - 我覺得 - 就我都會看啦 - 然後我也不會說什麼 - 因為每個人 - 都是有不一樣的看法 - 大家不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 本來覺得因為是女神 - 但看這部影片 - 還是女神 - 我的垃圾桶也是同一款的 - 恭喜 - 恭喜 - 這是重點 - 沒有啦 - 那個 - 下次 - 如果破30萬的話 - 我們就抽同款垃圾桶 - 好不好 - 這個 - 30萬很快 - 我們破35萬抽同款垃圾桶 - 然後我跟明飛是用同樣的垃圾桶 - 好棒 - 恭喜 - 好像 - 幾百塊 - 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都 - 都還OK - 就開開玩笑逗逗你而已 -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都蠻喜歡的 - 剛剛有人說這個影片有上發燒 - 這影片有上發燒好棒喔 - 真的 - 怎麼說 - 說到剛剛聊天是真的假的 - 真的假的 - 原來你也喜歡看這個啊 - 好 - 不是你們不要一直點點我 - 我現在幫你們徵求福利 - 懂不懂 - 這個 - 好喔 - 這個福利不錯喔 - 好像都差不多 - 好像都差不多 - 是蠻好的 - 妳媽有看到這個影片嗎 - 妳有傳給她嗎 - 我 - 我不敢 - 因為像上次我爸媽 - 然後來幫我搬家的時候啊 - 然後她就開始隨隨唸 - 妳這個東西為什麼不放好呢 - 妳這樣就是生活習慣這麼差 - 妳這樣就是生活習慣這麼差 - 然後妳才會有一堆垃圾 - 身體才會不好 - 妳就開始唸唸唸唸唸唸唸 - 超可怕 - 真的 - 妳那個不唸也很難吧 - 可是就會覺得說 - 反正就是自己住的地方 -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就好了 - 了吧 - 我們來問一下旁邊的 - 家裡人常念嗎 - 妳是自己一個人住還是 - 妳有自己的房間 - 妳是自己一個人住還是 - 就是我媽媽特地用了一個套房 - 給我跟我姐姐一人結 - 然後我房間就是有時候 - 也會很懶得打掃 - 然後有的時候我爸爸上來幫我打掃 - 然後她就說妳這樣 - 男生看到妳都不敢 - 只要把妳當成 - 就看到妳房間 - 就不會想跟你在一起 - 媽咪下次可以找我 - 我真的可以 - 對 - 我一定要先掃房間 - 我們可以去妳家 - 好想看喔 - 我們可以去妳家拍就是說 - 看妳的房間是長怎麼樣 - 我應該先把它收緊 - 放乾淨 - 不會啊 - 媽咪一定跟你講說不要收 -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 才會大家講說 - 啊好髒喔 -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沒有很髒 - 只是亂 - 只是亂 - 我們先打個預防針 - 只是亂而已 - 只是亂而已 - 到時候一口氣先 - 好我們這邊看完留言了 - 不過真的也是很恭喜 - 就是我們這個 - 這個部分都做得還蠻不錯的 - 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 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 我覺得大家是不是 - 都很喜歡突擊女生的房間 - 因為對她們來說可能 - 夢幻 - 夢幻 - 夢幻一進去一定是那種鄉像 - 我那天就問了說 - 你們覺得我房間長怎麼樣 - 然後我就問了卡子亞 - 卡子亞就說 - 你房間就是有那種香味 - 粉色那個噴霧這樣子 - 飄飄飄飄的 - 沒有 - 其實好想去看看你家 - 我跟你們講 - 現在太冷了 - 真的我們夏天再來 - 夏天好不好 - 因為夏天你會穿的就是 - 小背心 - 小短褲 - 然後說啊等一下 - 然後屁股撅著這樣子 - 我踩一下地板 - 那個東西掉了 - 我就 - 妹妹妳是不是腦補了 - 對不起 - 你是不是跟他們一樣老虎了 - 你還沒有說到剛剛馬來西亞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嗎 - 對 我要講到馬來西亞那邊 - 因為我這次是受那個 - Battle Arena邀請 - 就是馬來西亞那邊邀請我過去 - 然後一開始我想說 - 一開始我助理還跟我說 - 蛤這個好嗎 - 就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 結果沒想到他們廠商人超好 - 然後他們呢 - 那一個電競館 - 新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個新的電競館 - 新蓋的嗎 - 新蓋的嗎 - 對 - 然後他們那裡面有一百台的電腦 - 一百台的電腦喔 - 然後是讓粉絲們是可以來這裡面 - 跟你們一起做活動遊戲的 - 然後他們是兩層樓 - 你就想想看我們的電競館 - 可能再兩倍多一點 - 好大喔 - 重點是裡面的配備 - 裡面的配備都是最高級的 - 你所有想到最高級的配備都在裡面 - 然後玩吃雞超級順的那一種 - 所以你說有兩層樓 - 一層是可能他們在打電競比賽的時候 - 會在那邊比 - 然後一層是有點像網咖 - 它也不算 - 因為網咖會有點開放 - 它是有大包廂類型的那種 - 然後二樓呢 - 它就是還有那種 - 就是可以讓你去拍照的地方 - 就是你可以自己拍照 - 誰都在那裡拍照 - 拍攝影房 - 太高級了吧 - 然後真的有打燈 - 就是讓你可以再去拍照的地方 - 就裡面很萬全就對了 - 然後它在那個舞台旁邊 - 有三個小房間 - 然後是透明的那種 - 人家可以看到你了 - 就是你在裡面 - 可能實況主在裡面打遊戲 - 像直播間這樣子 - 對 - 打遊戲人家都可以看得到 - 然後呢 - 他們就是現在已經在 - 跟很多很多的廠商洽商 - 因為人家看到就去找他們說 - 可不可以變成 - 以後那種職業選手的練習室啊 - 或什麼之類的 - 這樣感覺也不錯 - 沒錯 - 然後他們自己也會培養 - 以後未來想要培養一些自己 - 戰隊 - 戰隊 - 或什麼 - 或那一類的 - 這樣他們在對於電競上面 - 好像也還滿熱誠的嘛 - 他們就說他們就是喜歡打電競的人 -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特別喔 - 他們真的是全心全意 - 你知道我們去就是老闆啊 - 就他們老闆自己開車來帶我們 - 然後一直接槍 - 然後一直問說 - 有什麼不習慣的啊 - 什麼東西來跟我們講啊 - 然後裡面的人也是一樣 - 然後那一天的活動 - 差不多有60%是男生 - 40%都是妹子 - 然後各個行星種種不同的妹子 - 因為現在在台灣可能大家都比較一致啊 - 就白白的 - 就白白的 - 複製人的意思是不是 - 頭髮都是這樣 - 差不多那樣子 - 但是他們就是有那種爆炸頭啊 - 台灣很少看到女生爆炸頭是吧 - 這來自各國的這種 - 因為大家會的感覺嗎 - 馬來西亞 - 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在裡面 - 所以呢 - 就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女生這樣 - 那你有沒有就是那個電競館照片 - 滿想看的 - 好啊 我們好像有照片 -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好了好不好 - 好大喔 這是Twitch的耶 - 你看它就有三個 - 有Twitch YouTube還有鬥魚 - 然後我就在Twitch那邊 - 然後你現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 就是上面完完全全的 - 右邊那是小舞台嗎 - 那是大舞台 - 等一下我有那個 - 應該有大舞台的照片 - 這是兩張照片吧 - 對 那個是Close out - 我就是在裡面直播給大家看 - 然後大家經過就把我當動物園 - 就在哈嘍 - 你看我這樣放血了 - 然後這一張是我邀請 - 這是他們旁邊的三位妹妹 - 是他們的接帶 - 他們是有人在端酒水 - 就是水啦 水跟零食 - 然後在會場來問你說你要不要 - 就很像大型的Party那種 - 所以這是他們的制服 - 他們裡面每個人的制服都不一樣 - 如果是他們的那個Reception的話 - 前面都沒有穿外套而已 - 但都有白色裙 - 然後紅色那是他們的Logo - 然後我就請他們進來跟我聊天 - 還有我的觀眾 - 然後當時我就在設定東西這樣 - 好酷喔 - 沒錯 - 還有嗎 還有嗎 - 喔 不好意思 - 放血姐姐 - 放血姐姐 - 因為他們那邊就是整個 - 還有一個地方是放 - 完全是吃雞的那些所有道具 - 你們看到旁邊就是空頭箱 - 旁邊 - 就是那個 - 後面那個 - 對對對對 - 那個是一個場景 - 你可以在那邊拍照 - 當天也有很多就是cosplayer - 然後他們也是自己 - 就是過去 - 半成一戶兵嗎 - 四級包之類的 - 半成就是那種 - 裡面的那些衣服啊 - 然後有李小龍啊 - 喔 黃色衣服的李小龍裝 - 喔 黃色衣服的李小龍裝 - 對對對對 - 好棒喔 - 然後你看了看一下二樓 - 二樓它是大家可以在上面看 - 然後後面就有電腦 - 兩邊都有電腦 - 那他們當時是在看什麼東西 - 他們當時是在看舞台 - 因為舞台有比賽 - PUBG的嗎 - PUBG還有DOTA的比賽 - 對 - 好棒 - 我們有舞台的照片嗎 - 有沒有 - 有沒有 - 右邊的就是舞台 - 然後他們是舞龍舞獅 - 好棒喔 - 因為他們那一天開幕嘛 - 所以我們是去出席 - 然後他們就請兩隻舞龍舞獅 - 在那邊表演 - 我就想說這隻獅子的腳號長 - 會發光耶 - 腳號長 - 發光 - 你是不是在暗喻 - 平常看到的比較短一點 - 對 - 然後你看他們舞台 - 就是其實你這樣看過去 - 舞台是非常大的 - 然後裡面的配備也是非常厲害 - 然後它的燈光效果都很足 - 然後中間看到那顆球 - 那顆球是會整個閃 - 就是有光 - 就有點像贏到世界大賽 - 贏 - 贏世界大賽可以摸著中間那顆球 - 贏到世界大賽 - 就你得到世界大賽 - 你得到世界大賽 - 世界大賽冠軍 - 抱歉 - 抱歉 - 抱歉 - 我剛剛想說那是什麼字 - 你知道贏到嗎 - 就是贏得了世界冠軍 - 對 - 對 - 我的中文就是普普 - 我聽得懂 - 好 - 所以 - 好 - 我們把那個跳過 - 因為我也很想結下去 - 可是我想結你應該會 - 想把我們打死吧 - 好 - 所以那個 - 他們就是非常盛道 - 而且他們有跟我說 - 在未來的日子裡 - 希望可以來台灣 - 就是也開一個 - 在台灣 - 可是台灣的地比較小 - 而且 - 目前已經有兩座電競館了對不對 - Garena的跟鮑雪的 - 對 - 然後好像在三創那邊 - 還有一個是羅技的 - 對 - 羅技那邊還有一個 - 比較小一點點而已 - 但他們都在這裡 - 都在台北 - 所以搞不好他們想要 - 在台中或高雄之內 - 在別的地方也說不定 - 有可能 - 當然也希望 - 也希望Battle Arena - 可以跟我們鮑寶 - 有一些合作 - 或什麼之類的 - 我覺得蠻不錯的 - 好期待耶 - 是不是啊 - 好 - 好 我們下一趴是要準備幹嘛 - 我們下一趴是要準備幹嘛 - 我們小編今天沒有給我們時間 - 我們下一個就是 - 好 那我們來下一趴 - HKA 的事件來吧 - 不知道自己的時間在哪裡 - 對耶 - 你們有聽說嗎 - HKA 那個 -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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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滑之松 - 困 - 好了啦 - 反正就是 - 他們好像要搬宿舍 - 然後那一整個社區 - 就不讓他們入住 - 好像有特別就是 - 開了一個社區的會議 - 對 他們會有影片嗎 - 對 - 我們有放嗎還是沒有 - 沒有 我們沒有放 - 但是那個直播裡面 - 反正他就說好像 - 他們拖椅子啊 - 就是會很吵啊 - 如果你們這麼多人 - 一個人用免治馬桶 - 那我們不是一聽 - 要聽到很多人用免治馬桶嗎 - 奇怪是不能上廁所是不是啊 - 最瞎的是他們說什麼 - 你們八樓拖一個椅子 - 三樓都聽得到 - 我想告訴這些住戶啊 - 就是你們的隔音設備有問題 - 不要怪在電競選手身上 - 真的 - 請去跟你們的管委會 - 或是你們的建商 - 提出這個問題 - 他們才可以正確的 - 去解決這些事情 - 而不是把他們趕出去就沒事了 - 而且你知道嗎 - 他們其實還有說 - 就有說到 - 我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 因為他們有說到說 - 如果他們覺得 - 他們是覺得說 - 所有會打遊戲 - 或是電競選手 - 都會吸毒 - 怎麼可能 - 是不是覺得這個 - 我是覺得這個是比較 - 不OK的一點 - 如果他們都會吸毒 - 應該就沒有辦法 - 這麼清楚的思考 - 怎麼玩吧 - 對啊 - 很多人都不知道 - 我就不知道說 - 在一般大眾人的心裡面 - 電競選手 - 他們都覺得電競選手 - 是壞人 - 就可能 - 刻板印象吧 - 很老人家吧 - 住那棟樓是不是都老人家 - 這也最高的印象是不是 - 就可能打遊戲有沒有 - 打遊戲然後不好好讀書這樣子 - 其實當電競選手 - 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 就是你要有甜蜜 - 你平常都在玩那個傳說對決 - 應該知道 - 傳說對決 - 應該知道 - 有些人就是真的頭腦很清楚 - 很厲害 - 就觀念很好對不對 - 那時候會你自己有住在外面 - 然後有發生跟鄰居怎麼樣的事情嗎 - 我之前有住在 - 就是有租過房子 - 然後我那時候租房子很白癡 - 因為我那時候租房子 - 就不知道那整棟大樓裡面 - 不能養寵物 - 可是我那時候養了一隻松獅犬 - 松獅犬是 - 是很大隻的那種 - 胖胖的那個 - 對 然後就是 - 很像獅子的那種 - 對 然後就是很大 -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 它不能養寵物那怎麼辦 -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住了 - 然後想說 - 又不能把它夠丟掉 - 我就買一個超大的行李箱 - 我每天帶它住了三個 - 都把它裝進這行李箱 - 好可憐喔 - 好像每天都要出國你知道嗎 - 然後這樣扛 - 它都二十幾公斤 - 把他裝進行李箱 - 又再扛上車了 - 欸 它超重的耶 - 那個真的超大隻 - 我就... - 對 然後我就想說 - 媽媽的愛很偉大 - 因為我就要把它抱著 - 可是為什麼房東 - 一開始沒有跟你講說 - 不能養寵物 - 我那時候就 - 我也不知道就很白癡 - 就沒有想太多啊 - 就想說 - 但是那個屋 - 氣... - 那個氣... - 我後來... - 就後來還是被發現 - 以前我養了這隻狗 - 我就犯錯了 - 它有先跟你是不是反應 - 又說你這樣子 - 它我就發現 - 就有狗叫聲 - 就雖然我每天都把它撐起來 - 可是就聽到狗叫聲這樣 - 啊... - 這樣... - 因為我... - 我在香港也是就是 - 很多地方不能養狗 - 比台灣更嚴重 - 是很多這樣子 - 然後有一次呢 - 我就... - 在早起一點的時候 - 我沒辦法要住在一個地方嘛 - 那那邊... - 其實也有人養狗 - 但狗狗都不出門 - 可是我狗狗是一定要出門上廁所 - 他不在家上廁所那種 - 所以就要帶他出去 - 然後有一天就有一個阿伯喔 - 我就出去繞一圈 - 他就一直跟著我 - 然後我想說他要跟著我幹嘛 - 幹嘛啊 - 對 然後我又出去 - 我一踏進那個... - 我就背著他嘛 - 然後我一回來一踏進管理室 - 那他就跟那個管理員講說 - 走開虧了... - 就是他... - 就是他... - 虧有狗啊... - 虧有狗啊... - 他... - 他... - 打小報告的意思 - 對... - 他就在大庭廣眾之下 - 一直就指著我 - 帶著說我有狗 - 好白目耶 - 然後我就傻眼 - 我想說有狗是整個 - 我狗又不會... - 就不叫的 - 他是平常不叫那種 - 可是你有規定說不能養狗 - 他那邊是有規定不能養狗 - 但是當然也... - 那就真的沒有辦法 - 對... - 所以於是我就搬走了 - 因為很多租屋 - 他們都有限制不能養寵物 - 可是其實很多人 - 他們都會偷偷養 - 就要養到不會被發現 - 你是養龜之類的嗎 - 青蛙 - 聊天室 - 蛇... - 養聊天室 - 養觀眾是不是 - 我在那邊發現 - 還會自己吃東西 - 還會幫你煮東西吃這樣 - 開吃的時候他們才會出現 - 好可愛喔 - 好可愛喔 - 我覺得... - 真的是... - 很... - 就覺得很傷心 - 因為他們小動物其實也是我們... - 的好朋友 - 好家人 - 好家人 - 而且你養了這麼多耶 - 對啊 - 你有時候會覺得... - 擔心嗎 - 擔心你說他們有一天走掉嗎 - 對 - 會啊... - 所以我就... - 他們生小孩的時候我又有點開心 - 因為想說 - 嗯,他如果真的走掉之後 - 還有下一個長得跟他差不多 - 這... - 能言不諧了 - 對 - 所以我的貓長得都很像 - 可是他們... - 我就覺得他們就是不一樣 - 喔... - 對 - 但現在都結紮了啦 - 但現在都結紮了啦 - 然後很善良這個... - 光環在這裡 - 對啊 - 愛小動物 - 天啊 - 根本就是女神的風範啦 - 下次看一下女神下 - 只好抓癢 - 蛤... - 為什麼要抓癢 - 為什麼要抓癢 - 為什麼要抓癢 - 對... - 那我們下一段是... - 那我們下一段是... - 要看魔物獵人嗎 - 欸...你知道嗎 - 最近魔物獵人啊 - 我那天就在看實況 - 因為我就... - 反正在國外啊 - 就沒有在做什麼事 - 就開始划實況有沒有 - 嗯... - 我就開開開... - 就看到剛好小劍在捏他的那個... - 人物... - 人物...面相這樣子 - 我發現最近很多人... - 都在捏魔物獵人 - 都捏自己的老公、老婆 - 如果呢... - 沒有捏出來的話 - 他們會把他捏得... - 譬如說他們會把他捏得很像陳薇 - 對... - 然後他們角色就是跟他長一樣 - 所以他可以在這個遊戲中 - 自由自在的操作... - 控制他... - 不要怕... - 一定要關什麼顏色的內褲呢 - 什麼尊 - 就會想... - 就是可以... - 自得其樂這樣子 - 帶他去打獵獸這樣子 - 然後有些人放棄啦 - 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捏得很怪 - 譬如說... - 把自己捏成大叔的樣子 - 但是雙馬尾 - 很可憐 - 很可憐 - 有點像那個... - 之前國外有一個... - 雙馬尾... - 雙馬尾大叔 - 很可愛 - 真的... - 然後... - 你看聊天室有說 - 歐小仙有捏出唐蟲肾 - 這很厲害耶 - 對 很厲害耶 - 驚奇好像還有人捏那個... - 強力大夫吧 - 有... - 神惠奇航的 - 我覺得強力大夫應該蠻... - 是蠻能夠捏的 - 很適合的 - 因為他的五官很深邃 -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影片 - 來看一下 - 我們的觀眾捏了什麼 - 就是這個吧 - 就這個啊 - 好像喔 - 好像喔 - 好像喔 - 這個應該是... - 呃... - 魔物獵人的影片吧 - 嗯... - 為什麼自己做 - 因為這個感覺就... - 完全就像是神鬼奇航的預告片那樣子 - 真的耶 - 哇塞... 那個超級像的耶 - 這個影片是玩家自製的嗎 - 還是... - 好像是玩家自製的 - 是... 好厲害 - 是 自己做出來的 - 也偏了吧 - 好可怕喔 - 如果你們能捏一個人出來的話 - 你想要捏怎樣的人 - 喔... - 你會想捏你老公之類的嗎 - 我會想捏女生耶 - 你會想捏女生 - 那你會想要捏一個 - 像你一樣的女生嗎 - 不會 - 我要想... - 我喜歡那種長得就是很... - 轉型臉 - 轉型臉 - 很像紫紫臉 - 就是感覺就是很完美啊 - 鼻子很挺然後眼睛很大 - 就是很... - 就是那種大家長得很像 - 可是就有些很漂亮 - 大家長得很像 - 就是很多女生... - 就是韓國的女生 - 不是很多長得很像 - 可是其實他們五官都很精緻的意思 - 喔... - 妳要說是這個意思 - 好... - 了解... - 而且... - 那妳呢 - 我的話... - 男生的話... - 我比較喜歡... - 因為我最近很愛一個遊戲角色 - 叫做同生意嘛 - 可是... - 人中之龍裡面的主角很帥 -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 妳喜歡日本的8加9就對了啦 - 沒有... - 她不是8加9 - 一定要侮辱她 - 好...對不起... - 女生的話我也想捏成信員結衣 - 真的嗎 - 很正... - 她是日本的女生 - 所以大家看到她就說... - 啊...好療癒喔 - 而且她笑起來就是... - 感覺就被治癒了 - 多好啊 - 我是不知道聊天室想捏什麼啦 - 但是我的話呢 - 如果我要捏的話 - 我想一下我會捏誰出來 - 我一定會捏一個人出來虐待啊 - UZ嗎 - 啊... - 我會捏太快了 - 我會捏太快了 - 馬上說... - 欸妳好了喔 - 反正就鼻子放很大啊 - 反正怎麼大啊 - 已經很小 - 捏好了喔 - 頭髮要用綠色的 - 它是綠光大將軍 - 好棒喔 -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也會想要捏女生啦 - 我覺得 - 但是尤其女生要... - 就是我一定要胸部特別大 - 喔唷 - 因為我喜歡胸部大的 - 喔喔 - 然後跑的時候那個胸部還會這樣大 - 對對對對 - 沒錯 - 我都覺得超喜歡那個 - 好酷 - 欸我們有沒有那個啊 - 其他讓玩家捏臉的圖片 - 我們有其他玩家捏臉的圖片可以看一下嗎 - 可以看一下嗎 - 打破姐 - 欸 - 欸 - 左邊蠻正的耶 - 可是中間是... - 左邊是... - 左邊是捏出來了嗎 - 左邊是捏出來 - 右邊是鏡遊戲畫面 - 鏡遊戲畫面 - 鏡遊戲畫面 - 這個假的啦 - 這個是... - 這個是就是整形 - 剛剛整形好像很漂亮 - 然後之後那個傷口愈合有落差是不是 - 這個... - 為什麼... - 有一種那種... - 大家會去買那種... - 那個片片 - 然後封面是左邊這樣子 - 然後... - 播放的時候是右邊這樣的感覺 - 為什麼... - 差太厚了吧 - 而且身材感覺那個脖子跟身形不像 - 欸... - 啊... - 這個是那種裝前後裝... - 裝前跟裝前後溫... - 就是自拍照跟別人拍的 - 等等,等等... - 抽之前抽之後 - 還有嗎 - 它是有用美圖秀秀嗎 - 為什麼它會自動放寬點那個... - 所以你要捏的話 - 你可能要真的很瘦很瘦... - 它才會正常 - 因為... 你看左邊那個就覺得喔好帥 好像那個什麼Alan喔 美國那個Alan秀有沒有 然後一到中間說 唉唷 小胖子你幹嘛 欸為什麼 他是在遊戲裡面讀取之後 就會把臉放寬是不是 還是 他有點跑掉 喔那他這個之後會再修正嗎 還是 就是要在捏的時候就要捏很瘦了 聽說捏的時候有一個數據 是他可以不會跑掉 捏的時候有一個數據 是讓他不會跑掉 所以捏太正然後太美 他就會故意醜化你 他不想要你太重要了 這個遊戲太邪惡了吧 欸我覺得這個就比 其實這個有點像 但是 就是他的那個胖瘦而已 剛剛有看到聊天室說 很像上互彩 我覺得也蠻像的 好正喔還有嗎 大家無言 傻眼 請問大家這樣子還玩的下去嗎 對啊 不是喔 這用上那張是怎樣 怎麼會這麼歪 欸這樣真的差蠻多的欸 對啊 用上那張是搞笑一人嗎 對啊 好誇張喔 再給我再給我 還有嗎 沒了 好沒了 謝謝我們的導播姐 這個 大家看完之後 好 覺得就是算了吧 就反正 隨便捏一捏都還是會長那樣啊 覺得現在的醫美真的是很發達 真的 然後自拍神器 各個出龍都好像挺好用的 欸但是我覺得 我會蠻在意的欸 就我捏人 你知道捏人是最久的一個胖嗎 對啊 然後捏完長這樣就覺得 大家都玩手機遊戲 然後生氣欸 對啊 是可以捏人的 然後捏的都是 都是 都捏完捏超久 就是我就是要這樣 然後一進去長那樣我心都碎了 你都花那麼久的時間了 好像白座公益一樣 欸不過這還有其他的遊戲 有 蠻夯的 最近超級夯 大家都一定要玩的 你有沒有玩小青蛙的遊戲 你也有旅行小青蛙 有在玩嗎 有啊 有啊 可是它是日文的 全日文 全日文都看不懂啊 但是它有鼓勵 就是說你可以在 你可以找一個 另外一個城市 然後它是有漢化的 所以你可以去對照說有些 你會不會覺得發現 有時候你的青蛙 為什麼都是不回家的 還是你青蛙都會回家 我的青蛙 好像都一直待在家耶 那你就是有問題了 你的青蛙一直待在家 就是因為你桌子都給它放吃的 我是不是一直養肥宅的意思啊 就你養聊天室啊 啊 聊天室是肥宅喔 娘娘說的 娘娘說的 娘說的 我覺得它非常會出賣我耶 沒有啊 我覺得它非常會出賣我耶 我覺得它非常會出賣我耶 接著你的話講 它對潔玲絕對不會這樣 就不敢這樣 不敢捂逆它 沒有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 沒有那小青蛙是因為 你放那個食物在家 給它 然後它就會待在家裡不出去 所以可能還要給它什麼 背包之類的嗎 就是你背包要放 然後你桌上把它 要它出去 你就把它桌上清空這樣子 就都不要放食物 它就會自己默默的飄出去 哦 你們覺得那個青蛙是不是很療癒 可是它的 它眼睛不是這樣嗎 如果可以的話 你希望是什麼動物 應該是貓咪或狗狗吧 狗的話最好是臘腸狗 好可愛 臘腸狗 對啊 我希望是貓 你希望是貓 然後裡面有十隻貓是不是 就是 我可以很多隻 我就可以越養越多 之前不是有日本的遊戲 是專門可以養貓 因為有玩嗎 可是那時候沒有很流行啊 我就沒有跟水草流 哦 對 我是希望是企鵝啦 我覺得企鵝好可愛喔 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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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怎麼會比較特別啊 它在南籍生活嗎 對啊 它不能去別的地方 可以啦 就是那種 像青蛙都可以去很多地方了 青蛙每個地方感覺都有 企鵝應該不是 真的嗎 嗯 好我們略吧 好我們看一下 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也是有幾張照片要看 可愛青蛙的照片要看 我們這個看到是 中間是 它在幹嘛 是 甜雞湯嗎 中間 中間是雞湯耶 真的也是煮湯耶 是它變成煮湯 我那天在玩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我的那個 感覺說好想要把它煮來吃 這個 不是 因為 它應該是它拍照吧 所以它在吃 它自己的朋友 這是惡搞照片吧 這是被惡搞的啦 這是被惡搞的啦 還有認真 嚇死我 這遊戲怎麼會那麼黑暗啊 你說可以投資同類 太可怕了 太恐怖了耶 還有嗎 右邊的是 它是姓標嗎 請問右邊那位姓標嗎 那隻青蛙 標什麼呢 什麼汗的嗎 館長玩一玩就會變這樣子 這是它養的吧 好帥喔 左邊的話在幹嘛 它在舉啞鈴啊 好 它舉一舉 然後變成要變那樣子 中間在健身 天啊 我的媽啊 這玩家真的很閒耶 我那天也有人傳一個這個給我 它就是被車倒過去 好像那個喔 之前有一個遊戲 很老舊的 然後 天下過街 你要躲很多車子 對 然後左邊那個是應該在燒銀子吧 是不是 他在燒他的零分考卷 喔 他在燒零分考卷 我以為他死掉了 然後所以他在旁邊 修銀裝這樣子 他在燒零分考卷 結果還是被看到了 哈哈哈哈 那中間的話是 他跟蝸牛在 他在幹嘛 打蝸牛 在打架吧 暴力型 喔 他在打他的殼喔 嗯 喔 就像他沒有家 把殼打掉這樣子 那玩家心裡 陰影面積是不是太大了呀 好怪 他壓力很大 對啊 我真的懷疑是到底為什麼 我們人生不是很美好嗎 我們可以套一句阿樂的謎耶 你的心裡面積 陰影是不是大到 讓你變成黑人了呀 哈哈哈哈 我們讓自己的生活快樂一點 不是很好嗎 真的 我的天 好啦 那我們差不多到這邊 要先休息一下了 然後我們這次休息 十分鐘之後我們再回來 掰掰 休息一下 再次完整